作為一個小儀來介紹電漿的反應是它怎麼設計的 首先我們要看它不同的用途 第一個用途如果是用作薄墨層機呢 薄墨層機最簡單的設計結構就是平行版電容 平行版的電漿反應槍聽 有上電級有下電級 上電級接R power來控制電漿的密度 下電級接R power來放在下電級 產生出來可以講裡面的自由機 跑到下電級這邊就會形成螺墨層 這是反應是槍層機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反應槍層機非常簡單 一個密閉的槍層機裡面有自身氣體的流進 那也有什麼呢 反應完的氣體的流出 因為它要抽真功嘛 它要抽什麼力壓的 有氣體進來有氣體出去 然後呢這上面是個加熱平板 因為自由機跑到氣氛表面 可能會化學反應 如果你的機板這邊有溫度的話 它化學反應就會更快 那一般的這個加熱平板的溫度 大約在300度左右 PCD一般的溫度是300度 所以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 只有一個R power 然後同時控制流壓的能量 因為在成績的時候一定會有一次溫度 那同時會產生一次溫度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強調 CV1 那如果今天你要入座10顆呢 如果你今天要入座10顆的話 如果今天你要入座10顆的話 會怎麼做呢 首先一個 被10顆的東西放在這個電極能量會比較小 面積比較小 用來增加自我偏壓用 然後呢 第二個 因為你是入座10顆 10顆的話 你的氣壓就要比不過成績 用的氣壓還要更低 那氣壓更低就越不容易產生溫度 所以一定要加上什麼呢 死場 加個死場線圈 加個地流線圈就有死場 產生死場之後呢 增加它的衝動機率 產生溫度 所以只要你今天是入座10顆的話 氣壓比較低 面積比較低 沒有面積比較小 面積比較小 然後你要產生足夠的離子溫度 你就要施加自場 所以只要看得到 第一個 電極不對勢 電極不對勢 電極有失場 它就是比較低的氣壓 而且會用在10顆上面 第三個 既然是10顆 你會用到離子溫度 因為你用小便就是靠離子溫度 離子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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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子溫度所釋放的能量 除了在移除材料之外 會產生熱 產生熱 因為碰撞碼就發熱 所以經驗的表面會熱之後 它就需要有一個冷卻用的氮氣 要抽 你看它就會一直吹氣 讓晶圓表面冷卻下來 那在吹的過程中 它晶圓會被吹掉 所以會有一個靜電夾 夾子 把微粉夾在表面 或是固定東西 讓微粉固定在表面 然後離子溫度 溫度 晶圓表面 然後會產生熱 這個熱 最好用控冷卻的氮氣 去給它降溫 就變這樣 所以有製成的氣質器 氣質粗 產生電壓 靠什麼呢 靠線圈來增強它的電壓反應 而 阿爾的炮 會放在小密地這裡 因為阿爾的炮 只要它的頻率供應 它可以加強額外的電壓 額外加 它可以增加它的直流電壓 利用這個阿爾的炮 可以增加直流電壓 好 這是適合的相片 所以你看到 裸墨成績的相比 跟10顆的相比不一樣 最主要是10顆壓力低 壓力低 壓力低 你要再產生足夠的電壓力 你就要加磁場 而你要增壓力的衝擊 你就要到電極 面積不對勢 要變磁 你為了你再增加自我 偏壓力 你會將R1的Power 頻率降低 並且夾在 Waver的那一邊 那當然是我偏壓力 變大了 好 好 第三種 如果今天我的店家 我只需要用到自由機 我不想要離磁空氣 可不可以 我今天的店家裡面 我只想要有的自由機 我不想要離磁空氣 可以 這個店家叫做 遠距店家 remote bus 什麼意思呢 產生店家 又產生店家的槍領 店家裡面會產生離子 跟產生自由機 但我只要自由機 而自由機本身不帶電 所以你電廠給它投資它 你怎麼辦呢 你照用吹氣的方式 吹氣 把自由機給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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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直因為具有方向性 有電廠 它就會 比較受到這個吹氣的影響 你就會將自由機 從這個店家的槍領 產生槍裡面 把自由機吹出來 只單純用到自由機就好 那使得這個反應槍頂 就只有自由機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們會需要用到 遠距店家呢 什麼時候只需要自由機 為什麼不要吹氣 轟擊 離子轟擊就會造成金額有損傷 對吧 轟擊就會造成受損 所以什麼事情是 我只需要自由機 是 第一個 我只要純粹化學反應就夠 第二個 我不需要有損傷 只有這兩個物體 會需要用到維茂 那這兩個物體 分別用到製成 特別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光主去除 如果今天我是黃光製成 我黃光製成做完了 黃光完之後這十顆 或者是離子轟擊 結束之後 光主去除掉 光主去除只需要用到自由機 只需要用到氧的自由機就夠了 只需要用到氧的自由機就夠了 只需要用到氧的自由機的話 我不需要離子轟擊 我光主去除不需要離子轟擊 你離子轟擊 你離子轟擊 反而會傷到我的金額表面 所以這時候就會使用 人莫的誇張 我只需要氧跟氫 人莫的自由機就夠了 這是一個 還有一種呢 累金製成 還有一種是累金製成 還有一種是累金製成 我要鉛筆 我們在最前面展過說 晶圓製造的之前 章節講過 我晶圓製造出來的時候 我的表面可能還會過多過少 有一些缺陷 所以實際上 商業在用的晶圓都是怎樣呢 晶圓表面完之後 上面還會再重新新衣累金層 單金層 我們在掌金的那個章節介紹過 最後業界在用的限定製成的晶圓 都是掌金的晶圓切完之後呢 表面還顯它 餐長的度不夠一定 或是金格不夠好 會再重新累金一層材料出來 而累金層呢 它不需要有額外傷害 它只需要有原材料過來 或握成機 並且是怎樣呢 長的速度慢 讓這個原子可以跟下面的原子 重新見解 才會變成單金的骨末 這叫累金 累金也會使用到鱗末的化石碼 再來還有什麼會使用到鱗末的化石碼 清腔 你的化學凡事的槍領 已經有太多骨末了 要重新清淫 清淫會只需要用到自由基 不需要用到鱗末的化石碼 所以課本上舉出了三個會使用鱗末的化石碼 第一個去除光阻 第二個有清淫槍體 我們稱之為清槍 Clean Chamber 槍體的 槍體不莫的清除 第三個就是冷靜 冷靜會用到 冷靜是一本橫色的學問 那這地方可以告訴我們 冷靜會用到 希望有靈體的損傷 除了不莫沉積 10顆 還有Rainful 80碼之外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高密度電漿製程 高密度電漿可以用在神經 也可以用在10顆 尤其是10顆 我們前面才介紹HDDCE有沒有 邊神經邊10顆 只要你神經到10顆 你就會用到很低的氣壓 所以高密度電漿呢 大部分可以使用在什麼呢 10顆的製程 還有穩末神經 而你是要神經在那個很小的洞 你要填一小的洞的時候 你都會用到 而高密度電漿 他顧名思義 他要產生高密度 第一 因為他的氣壓力 你需要很強的按摩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你要這樣才是 產生高度電漿 你需要有足夠的碰撞 而在低壓力的時候 他要有足夠的碰撞 你就會比較產生的電漿 所以這時候呢 高密度電漿的機械 主要可以做為了一個大類的 一個稱之為ICT ICT ICT又可以叫做TCT 但一般就直接講ICT 一個叫做CR 這兩個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請問講過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個RM Power 你的產生電漿源 如果只有一個RM Power 你沒有辦法獨立控制電漿的流量 跟電漿的離子轟擊的能量 離子轟擊的能量跟流量 你沒有辦法獨立控制 因為你就只有一個產生電漿跟電漿源 你只有一個RM Power 可是呢 如果你使用ICT或ECR 你可以獨立控制 離子轟擊的能量 跟離子轟擊的流量 也就是電漿的密度 跟電漿轟擊的能量 可以獨立控制 你需要兩個能量來源 這兩個能量來源呢 根據轉載不懂 要叫HTB 也叫做CR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ICT 所謂的ICT呢 說穿的形狀是怎樣的 你剛講過 基本上HTB、CT 主要就是來10顆 部分都在磨磨的成績 但是磨磨成績也需要10顆 所以既然它的氫體結構 跟前面所介紹的10顆是差不多的 就是怎樣呢 晶圓放在基礎上面 加一個偏壓 這個R5偏壓是用來講的 控制直流電壓的 這個偏壓的度 不再是拿來產生電漿了 這個偏壓是用來控制 電漿跟機板 彼此之間的直流偏壓 這個R5 只用來控制自我偏壓 那這個電漿的產生靠誰呢 這裡再加一個R5 R5加在哪裡呢 加在載線圈上面 你用線圈圍繞著它 然後R5它是個交流鏈 我們就講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穩定定電流方向的線圈 固定電流方向的線圈 固定電流方向的線圈 它會產生固定方向的磁場嗎 對不對 如果你的線圈的電流是這樣子 你的磁場就是 五指 把它立定就是這樣子嗎 電流固定磁場固定 可是你今天是個交流電 你是R5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你的電流一會張繞 一會反來反過來繞 那代表什麼呢 你的磁場 一會是向上 一會是向下 對嗎 而 十變的磁場 會重新induce什麼呢 十變的電場 十變的電場 十變的電場就會再出發 交流線圈 induce交流磁場 交流線圈的電流是什麼呢 交流電場出來 所以這裡會只能生額外的電場 而且這裡就等於怎樣呢 既有電場又有磁場 它同時具有電場又有磁場 所以它同時可以控制 什麼呢 它同時可以控制裡面 離電子的行徑的軌道跟碰撞 而這些都可以用來控制電漿的 碰撞基因 或者是說電漿的density 電漿的能度 電漿的力度 所以這裡就可以來說 你這個iPOW呢 同時產生磁場跟電漿 又來產生這個電漿 而像這iPOW來控制的是 空直的能量 自我平安能量 所以變成流量由它控制 電漿的流量由它控制 空直的能量由它控制 所以它可以獨立控制 電漿的流量跟電漿的能量 就是這樣子 流量就是有數量控制 就由濃度所控制 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過程呢 就叫做ICT 所以ICT指的是說 感應偶而是電漿 induced carbon rust 它induced什麼呢 它靠交流線圈 induced induced磁場 磁場 在主流是交流電廠 所以是這樣子 改應偶而是 induced carbon rust 所以是涉及電流通過線圈 產生交流磁場 交流磁場在透過改應偶而 產生十遍的電廠 而十遍的電廠就可以控制電子 來維保 來維保它就可以控制它的 它的能量 它來產生什麼呢 產生交流電 產生電漿 產生電漿 所以改的電廠是迴旋的 所以電子會迴旋的移動 那迴旋的移動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控裝機率 而且不會換到百分牆壁 因為它是迴旋的轉 不是直線的軸 直線的軸在小牆壁 我就撞到牆壁 旁邊的牆壁了 迴旋的軸就比較會碰到牆壁 就會產生高密度電漿 這種電漿方式都稱之為ICT 另外一種方式叫做ECR ECR是什麼呢 ECR的話一樣 電漿跟耗耳只有電壓分別控制 它們差別在哪裡呢 ICT耗耳是偶爾線圈 就是利用交流電流 在偶爾線圈產生額外的交流電廠 而且是微圈電廠來產生電漿院 而ECR呢 它實踐由微波 Ivo Wave來給電漿氣體能量 然後呢 再經過磁場線圈產生磁場 它可以獨立的控制 什麼呢 它可以控制這個電漿的位置要在哪裡 然後電漿的能量是多少 應該說電漿 產生電漿的力度是多少 它能達到微波 Ivo Wave 變成這樣 那又因為有磁場 所以它這邊也會迴旋的轉動 電子軌跡也是會迴旋轉動 所以就是這樣 電子迴旋轉動 微波給它能量 磁力線給它迴旋的方向 這個樣子 來獨立控制 就是只有煙壓跟巴斯卡的代程 所以回頭話要到這邊 所謂的ECR是代替力在市場中 行持的迴旋轉動 而迴旋所需要的平衡也用市場的決定 而麥克威夫所施加的共證平衡 要符合這個市場 它們是相符相符的 它可以控制到 什麼呢 你的迴旋半徑達到多少程度 才會剛好沒有麥克威夫的平衡 你彎克威夫的平衡如果固定了 那接著要看我的磁場強度 要充斥在多大的強度 我的迴旋半徑剛好等於微波頻率 那等於微波頻率 它會剛好失去收你的能量 而迴旋的半徑 迴旋的頻率呢 會根據距離磁場的 距離磁場的地方 你看 磁場這樣子走 然後電子這樣子迴旋 你會看到不同的位置點 不同的位置點迴旋半徑不一樣 不同的位置點迴旋半徑不一樣 不同的位置點迴旋半徑不一樣的話 那就只有在特定的地方 如果你微波頻率不明 那代表我們不同點 它的迴旋頻率是不同的 那產生更正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電腦的強度 它可以獨立控制什麼呢 你要在這個地方 剛好滿足微波的頻率 你可以控制 換言之 你可以控制 電腦產生的時候 或者是說 它在哪個位置 可以剛好吸收微波 這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控制在哪個點 剛好符合微波的微波頻率 然後剛好吸收它的微波功率 產生電腦 所以你可以控制電腦在哪個點產生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你用線圈來 控制它的迴旋半徑 進而影響到它的頻率 而頻率 要跟微波產生共振 它才會吸收 它才會吸收微波的能量 來達到我們一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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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就有講 在磁場中 當所使用的微波頻率 等於電子迴旋轉動的頻率的時候 電子就會發生迴旋共振 所謂的迴旋共振 什麼叫共振 共振 共振就是剛好我們講的 兩邊的力量 剛好都相同的時候 那你變成一加一大二的力量 就是兩邊在轉動的時候 你轉動的頻率 跟能量給你的頻率 一樣的時候 你剛好就可以吸收它 吸收它的能量 你電子就會具有高能量 就可以產生磁場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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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電子將透過微波 來吸收微波的量 但是你要吸收 前提是什麼 你電子的迴旋頻率 要跟微波頻率相同的時候 才是 就好像你在轉 我也想要幫你 就好像各位看到什麼 有一個 假設今天各位看到一個 在轉動的轉盤好了 今天有個轉盤在轉動 你想要增加它的轉動速度 你在波的時候 你要順著它轉動方向 並且轉動的方向 你在波的速度 要跟它的速度 要一樣快的時候 它才可以吸收 幫你最大的能量 如果今天波的快 你要去波它 就你波的慢力轉得開 阻擋了這個轉動 大家想想看 今天拿一個轉盤 它在等速度轉 你想要增快它 你就要順著它的頻率 跟著它轉調同步驟 給它力量 它才會更快 你快一點或慢一點 都不行 你轉得慢 你反而 沒辦法把人家出給它發揮 還會有點延遲它 你必須剛好 你給它力量的 你給它力量的這個速度 這個腳頻率 給它力量的腳頻率 要剛好給它回轉的腳頻率 一樣的時候 你剛好才可以把力量完全轉給它 這就是所謂的共爭 你必須兩個力量達到一次 兩個方向達到一次 這就是最大的加速度 這樣子 所以電子透過微波產生能量 產生能量之後 它就可以有能量 去發生碰撞 產生力量化 然後產生更多的電子 再繼續構震 然後靠得更多的能量 那電子會沿著磁力線回轉運動 所以你看到 平均自由路徑會比較長 因為 剛剛講過 它都是用在10個 高密度電量通常都會用在10個牆壁 所以氣壓 在氣壓裡面的情況下 你的平均自由路徑 你怕碰撞不到 怎麼辦呢 又迴旋的方式叫 增加碰撞的機率 增加碰撞的機率 並且不會跟反應相比給碰撞到 或者是RF power來控制直流路徑前 怎樣 那ECR優點是什麼呢 可以控制磁倉線圈中的電流 就可以調整共振的位置 因為電流不同 磁場強度不同 磁場強度不同 它迴旋的半徑 大小周圍不同 那就可以控制 那就可以控制說 你要在哪個地方才會產生空振 這個樣子 這是主要的2個機台 好 所以以上就是整個電漿的基本 如同我講的 四大媽嘴裡面 全部都會用到電漿機制 電漿理論基礎 現在一大份的機台 基本上裡面都 都有電漿 大部分都有電漿 大部分都有電漿 所以我們上禮拜考試 就考到電漿 考到電漿 所以請各位回去 好好的 研習 從最早前面講的 從清醒概念 一直到掌精 一直到熱製成 然後再到 再到圍製成 還有到電漿製成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 回去給各位好好的複習 我們下個展示 謝謝到這邊